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药 顶礼传承坛 上十五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简单讲一下 无辜王存在的恒常念诵法愿文 我们经常在藏地很多大德给别人做加持的时候也会念 自己去一个地方朝山或者说拜见一些上师 在这个时候也在殊胜的对境面前发愿 还有自己平常的课颂里面也经常念 出自于无辜王尊者的窍诀宝藏论 总共有六个发愿的 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作为修行人 发愿非常重要 当然我这次去的时候大多数都是不是很信佛教的 甚至有些专门为藏传佛教或者是一些宗教研究的 不是在这种场合当中可能只讲一些近世的生活 近世的快乐 近世的价值观 大多数城市里面的人也是他们的学佛也好 修行也好 生活也好 都是为了几十年的今生的生活 而像我们学院还有真正的一些佛教道场的话 大多数人的一次修行当然是今生的快乐也会关注 但更重要的乃至甚深事是利益众生和获得善趣的快乐等等 那么这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发愿 所以我们发愿的时候 当然今天的这个场合大多数应该是承认前世和世 承认业因果的这么一个团体 这样的话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希望你们比如说放声 念经 还有在自己白天晚上受课 在这个时候自己很真诚的信心念这样的愿文 这样之后确确实实功德非常大的 我们今生当中也是看到有些人的福报很大的 这也是跟前世的愿力跟前世的福德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不能认为一切都是空的 一切都是虚幻的 用这种口吻来抹杀一切显现和苦乐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发愿 这个是经常也是发愿 我想我们发愿也很重要 今天我也刚上来也不算真正的课 因为刚上来真正的课好像气候 再加上刚出去有点累了 好像真实要讲的话可能给大家也讲不好 害怕耽误大家的时间 所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 也是比较深深的金刚语 给大家做简单的介绍 第一个发愿文是这样的 他总共有六个发愿文 第一个发愿文就是说 愿我在生生世世当中 从今世来自生生世世无数的世当中 不要转生到地狱 旁生 饿鬼 非常可怜的 难以忍受痛苦的地方 应该转生到山区 天界或者人间 这个很重要的 但我们得到人身的时候 实际上人身当中也有特别痛苦的 尤其是我这次特别感受不到 几个世间当中的一些贫苦和病人 再加上是 尤其是现在全世界 都是有这么多的难民和孤儿 就是饿死的这些人 非常可怜的 包括一些监狱里面的人 没有自由的人 这些都是很痛苦的 我们世间当中的有些人 所有的哭也是实实 应该是我遇到的有些导演 啊 好苦啊 好冷啊 干了三床辈子都不行 四床辈子都不行 把我压下来了 哇 还是不行 好冷哦 其实这个也没事吧 人有时候是可能 我那天去智悲学校的时候也说了 你穿的衣服再厚的话 那还是不行的 有时候可能心里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那天在智悲学校里面 有些是外面穿的人造衣服 然后有鱼绒的 然后里面有两层毛鱼 然后好像人都是变成一个大口袋一样的 可以滚来滚去就那样的 但是他们还在发抖 所以有时候这些都是我觉得 比如说寒冷啊 现在城市里面的人认为少啊 现在生活压力很大好痛苦啊 压力很大早上要早起晚生要晚睡 其实这些都不是很痛苦的 应该是最痛苦的地位饿鬼旁生 还有我们人间是更苦的 像那些非洲的一些难民啊 泰国和一些其他地方的一些难民啊 确实是很痛苦的 远离了这些苦呢 获得人身的时候呢 要具足山区的七种德 我们得到人身当中比较有福报的人 具足世间七德 一个是衷心高贵 相貌端严 还有个长寿无病 缘分有益 广大智慧 然后财富缘亡 还有个什么 你们想一想啊 一个是忠心 就是我们人的忠心 其实这个忠心高贵就是高尚 就是他的种族 像释迦牟尼佛 释迦族 国王族 婆罗门族 还有我们世间的好像汉地 以前有一个叫做什么族仆 还是有一些种族的观念吧 现在文革以后基本上全是分不起吧 藏地是有的 有些整个家族上方的整个种族 一代一代的人很高尚 他数字特别高的 在一家的整个忠心就传下来 有一些的话 他整个种族传下来的全是什么猎人 屠夫 特别下贱的就是那样的 所以我们人转生到什么地方呢 有些人我们现在世间看得出来 也是好像整个家族的前代非常高尚的 这个是一个 然后这是种族转生到这样的家族当中去 还有是相貌端雅 转生到人间的时候也不要太难看了 太丑了 很多人经常说嘛 虽然不是最好看的 但是也过得去自己也认为还不错 因为如果你长得太难看的话 那好像自己也是不满意 在整个群体当中自己也有一些苦恼 以前好像噶玛巴 现在的噶玛巴讲佛子现在是什么时候说啊 第一是噶玛巴他的前世骂一个修行人说你像猴子一样 所以第一是长得特别难看他脸性都是猴子一样的 然后后来他发愿我从此之后一定要成相貌端雅 所以后来很多噶玛巴前面的这些不知道 现在的这一世和前一世很多人说是比较不错 我们包括汉地的很多的修行人 有些女性道友都比较赞叹 所以像有一些相貌端雅也是在人生当中的一个福报 这是一个 还有什么 长寿是吧 长寿无病 这个前面好像有个 种族高贵 相貌端雅 长寿无病 缘分 有种 财富 智慧 有没有 六个了吧 是吧 那我先讲啊 当时你们给我 现在很多学校里面马上去上网 马上去看 所以我们这里也没有拿书记可能没办法 等会儿想得起来吧 还有一个是长寿 人健康 其实长寿如果是修行人 对今生当中自己修行也很好 对别人像以前的一些高尚大德这些 哪怕是活一年对很多众生来讲是有无比的利益 如果自己特别苦恼的话可能长寿也不一定有利的 现在中国和日本特别害怕长寿 因为在过几十年的时候严重老年化的国家 在这个时候好像很多人都比较担心 只不过修行人来讲 你人老也好 什么都是一种相寿 因此长寿在人生福报当中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无比 我们有些人每天都是一会儿头痛 一会儿牙痛 一会儿肚子痛 一会儿脚痛 天天都是生病的 还是前世造的业 有些人确实有福报 中心 相貌也好 长寿还要无比 非常健康 一直从来没有听说这个人生病了 以前我看过一个采灯家中他说他拿过一次肚子 除此之外一生当中都想不起自己生病 当时二十年前我看的 后来那个高僧 叫采灯家中大师他都后来圆寂了 像这样的有些确实是无病 然后叫缘分有益 缘分有益这个人的缘分很好 比如说有些修行人 他整个人际关系也好 他周围的环境 朋友都很好 缘分不好的人他遇到一些恶知识 然后一辈子就完了 有些人好像比如说他跟一个特别坏的人结婚了 然后一生都已经完了 有些人遇到一个善知识 好像一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今天给一个道友说 我说我的缘分还可以的 刚刚饥荒结束的时候来到人家 如果像饥荒时代 战争时代 那个时候不要说修行 天天都是受折磨 柬埔寺那边七十年代的时候 好像有大概三百多万人都是通过特别严重的折磨 而失去 全部杀掉 在那种年代当中包括在其他地方也有 那样的话我们学佛法不用说的 根本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在座的有些道友也是缘分应该很好的 遇到大乘佛法 这种叫做缘分 还有财富也圆满 还有智慧 智慧也不是什么都不懂 特别笨的 还有一个什么 有没有 时间期待着 不好意思啊 今天晚上那么多 我没有很好的准备 有没有 这么多大学生 你们也看啊 compact companion 这也是属于使物 这是誰 神经将这些事 神经常如何 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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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心寻舍长寿无病 缘分由于财富 有了 够了是吧 长寿无病是分开的 这个是善趣的祈德 下面第二个发愿 我们发愿可能有些人想 这些都是对修行的障碍 包括一些财富 包括一些相貌庄严 这些都是不一定需要 但是在世间当中还是需要的 我们不一定生来在生生死死当中 是一个变成苦修的或者说是一个真正的修行 在世间当中这些都是应该说非常需要 包括有些修行人福报比较大的话 他还是有他的一种福分 如果有了这样的福德的时候 弘化临生也好 自己的行持善法都特别方便 有财富可以做广大布施 有智慧可以把自己的智慧真理传递给其他有缘众生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发愿是 愿我出生立即欲正法 具有如理 修持知自由 当我们出生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年幼的时候 遇到释迦牟尼佛所讲到的真正的佛法 不要人已经老了 耳聋烟花 什么都看一看不懂 听一听不懂 然后就迷迷糊糊的 有时候我们都遇到六七十岁的时候 我要开始皈依佛法 那个时候还是看起来也是特别可怜 已经一生当中一直造业造业 到最后要接近离开的时候才遇到佛法的 但真正这个福分特别好的话 那就是年轻的时候 从小的时候 你睁开眼睛的时候 这个世界都是一个佛教的世界 那这样的话是多么快乐 因此从小就遇到正法 而且光遇到正法还是不行的 如理如实的要修饰 闻思修行 但这个需要一个自由 我们有些人是没有自由 自己本来很想好好地修行 但是因为你的家庭 你的生活关系 最后都是偷偷摸摸的 像做这样的 有些学会当中的 有些星期六的时候就开始有个供修 但是供修他们都没办法 那天有一个人说 我现在这几年以来 每天都是给自己的家人说一些方便网语 现在基本上网语都已经找不到了 今天说我去渡博去了 我明天下一次说我去一些各种各样的地方去了 然后跟朋友玩去了 最后好像找不到了 但是每一次说一些不太好的场合来说别人的时候 别人特别高兴 哦 好好好好 如果一说去学佛的话那就特别生气 什么都会砸烂 这种没有自由 现在我们世间当中有些确实没有自由 就是家人 父母有些说我的家人是我最大的障碍 有些说我的父母是我即生当中最大的修行的障碍 所以我们即生当中有些人也有这样的障碍 那我来自生生世世当中将来不要有这些障碍 我们看佛传的时候也知道 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也有修行当中有一些障碍 但是不管是怎么有障碍 我们修行人不能因为障碍而退失信心 我看到很多人也有时候因为有一些障碍 最后都是没办法学下去完全放弃了 非常可怜 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发愿的 生生世世从小遇到佛法 还要修行有自由 这是第二个发愿 第三个发愿就是说 愿我能与上师生唤醒 日日一夜行正法 第三个发愿 因为你要如理如实修行的话 所谓的佛法的修持不可能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而完成 所以一定要依靠具得的三知识的引导 而三知识的引导就是佛陀教法的规律 所以一定要让传承上师欢喜 如果上师不欢喜 然后没有真正得到上师的一些意趣的话 自己的修行也很难以承办 所以通过发供养 上师最欢喜的应该是发供养 当然这个上师是要具得的上师 按照大乘佛教里面所讲到的那些具有资格的上师 否则自己也是 所谓的上师也是一个假上师 然后他怎么样开心 怎么样欢喜 也是不一定你的修正有利益的 这样的上师真正具有法相的善知识 始终得到欢喜 并且自己也是在光是上师欢喜 整天都是跟上师按摩 洗脚一直断水 这样的话师徒两人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好一点 但是像米拉利巴 还有德罗巴和南罗巴那样 可能有特殊的一种秘义和价值 除此之外很难的 所以按照释迦牟尼佛 对普通的一些三知识和弟子之间的真正关系 依靠正法来结下善缘 所以作为弟子自己也应该日日夜夜当中 在生活当中要行持正法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有些人的修行 好像是一个礼拜当中你听一堂课 或者说你在平时不上班的时候 去稍微看一下 没有像藏地的有些修行人一样 整个生活就变成修行 这个很重要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念经 磕头 然后吃饭也好 走路也好 但那里都是在修行的一种环境当中 除非是给别人讲一些世间法的时候没办法 其他的都可以用一些修行 自己所学到的完全都是你可以用起来 这就是生活就是修行 修行即是生活 以这样的理念和方式来修持很重要 这个是让上师欢喜 并且在人人业业当中欣赏 但是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口头上可能说一直上师 上师欢喜 但实际上应该是跟上师的很多的所作所为 行为 严教全部都是背道而治的话 确实也不算什么 不说生欢喜 跟所谓的这些善知识面前一直有些行为 故意这样的话可能非常不合理的 如今末法时代的时候 这种情况也是时有发生 下面讲第三个 第四个吧 愿我无法后修净化义 彼生越过三有之大海 愿我通过领悟和精通佛法的教义 并且修持净化义 他这里的净化义主要是密宗的一些修行教义 无光尊者的直接意思 密宗甚深大圆满光明法的一些意义 并且因为大圆满密法是即生当中获得成就 越过三有三界轮回的大海的这么一个修法 所以我们也应该想在短暂的精神当中 虽然在显宗当中也是净土法门 所谓的一些禅宗法门等等其他法门 但是这些完全能断除我们的烦恼 确实有困难 这是我们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 自己在理论的研究过程当中 我也有这种感觉 我以前也是说过 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 比如说每个法都是很殊胜的 有七个法都是很殊胜的 但用世间的一个比喻 有七个商人他每个商人都有一匹马要卖出去 每个商人都说我的马都很好都很不错的 但是像我我自己撑着大圆满的骏马 所以我自己骑过的马我就觉得 这个是因为我其他的都承认是非常好的 法法都很不错的 非常好 但是我自己不管是在任何上 修行上也好 闻思上也好 密法是非常有这方面的一些把握 所以吴光尊在这里说 让我们通达密宗的进化意义之后 如理如法地修持 修持的话也会相信超过轮回 会获得即生成就 如果即生没有成就的话 中因 中因没有成就的话 来世遇到这种殊胜法门而获得成就的 所以我也在此特别希望你们好好地 先有持底性地修完加行 否则确实也是很多不同的说法 没有修真实的加行的话 尤其是现在末法时代 众生的分别念那么重 烦恼那么深 所以在这个时候很难超越持底 当然我也不敢说 百分之百全部都是这样的 像特别离根的一些超越者是可能有的 除此之外可能比较罕见也是非常困难的 如理如法 彻底而修行的话 那么这个是末法时代的时候 在黑暗当中像高日一样的 非常殊胜和具有特殊的加持力 正因为这样我们传授的过程当中 包括自己也好 别人也好 得到的利益也是不可思议 密法的有些力量和密法的这些加持 现在很多人也不是我们口头上说的 如果口头上说的话 我在外面有个别的一些学校里面也讲过 我们口头上说的话 我们现在的这些人都并不是白痴 大家都会知道现在这个说法的 对自己的对着烦恼 生活上适用也好 很多方面如果它是一种垃圾文化的话 那人们就是一代一代的被抛弃的 被淘汰的 但是实际上它的有些加持力 无论是学者也好 还是修行者也好 应该有它的一种特殊的力量 这方面我们发愿当中 让我们今生当中好好地修持进化意义 超越这个轮回 超越这个轮回 因为我们得人生非常难得的 即生当中一定要如理如实地修行 然后会超越这个轮回 下面第五个法愿文说 愿我能利众生传妙法 成般利他无有厌倦心 愿我生生世世当中为有缘的这些众生传授妙法 传授妙法 然后成般利益众生 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再大的困难和违缘 我不要有厌倦和疲倦之心 缺弱之心 这是也是菩萨勇士的非常坚强的勇敢的心 这个很重要的 首先我们每一个人要发愿 我们有些人可能想 我传法可能即生当中没有办法的 我怎么能传法呢 我现在自己的文法资格都没有 文法准都没有得到 还要穿什么法 其实穿法不一定全部穿无上密法 有时候我们比如说 穿法的字面意义是 我是这样想的 穿法不一定非要用口头上穿 我们对佛法传播方面的任何的工作都是穿法 可以这么讲 比如说我在别人面前我的行为是非常合理的 让别人生起信心的话 信心是一种法 大家都知道信心是非常高尚的一种法 通过我的行为让别人生起信心的话 这也是一种法 或者我通过打电脑 然后我的授意和我的这种法性 让很多人知道了 哪怕是一个人知道了有些真理的话 通过他的一种方法来也是一种传说 甚至我天天都是做体力劳动 我那天看到有一些法性人 有些法本好像在仓库里面对的善一样 然后他们每天都是用自己的身体来运 如果他的工作没有的话 下面的很多人得这种法本就没办法的 所以他的行为一定是穿法的 我们从某种意义上面 但你说不是穿法呢 因为没有他的这种行为不可能他们得到法义 这个法义很多人的努力 所以我们有些人讲利益众生好像非要 我坐在什么 其实你坐在一个法座或者是很多人面前 如果你的心不清净的话 不叫这个传法 这是一个心事而已 真正的传法没有什么傲慢性 把佛教的一些真理通过一种自己的 这种特殊的能力和一些行为 我们经常世间当中也是用自己的身体来传法 用自己的一生作则 这也是一种法 所以我们应该有广大的发愿力 希望每一个人不要认为 过一段时间我们学院这边有毕业证 有些谁说没有得毕业证很生气 其实也没有什么生气 你自己没有资格 你学的我们这个条件不足够的话 很珍贵的一个学校不会生气的 你还没有毕业之前你怎么会想毕业 哪有这样的 但是你如果真的要想传法的话 也可以用其他方式 没有毕业的时候也做很多体内劳动 发心 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法的方式 先你多传法 然后到时候再得到毕业证 毕业证以后也可以不断地传法 很多方面的意义可以解释 所以我们这里成办的一个过程当中 希望不要有厌倦心 我们有些人可能没有经验 没有做事情的 以前没有遇到过什么 在社会当中 教育当中 可能学校里面也没有这种培养和培训 稍微有一点点 跟发心 跟人际关心的话 马上生气厌倦 想啊 我就不敢了 我就痛苦了 我就伤心了 我就绝望了 我就失望了 其实这些都是心特别脆弱的一种做法 我也有时候会口头上这样说 但是我实际上也不会因为一件事情而放弃的 我觉得我生命里还比较坚强 不可能因为一件事情 他们有些人说你可能是不是生气了 你会放弃 哪有那么简单 所以有时候我们道友们在任何自己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今天有很多包括晚上听课的这些 所以在发心过程当中一定会是要有一种利他心 利他心的趋势下 其实闻思修行跟发心没有什么冲突的 没有发心的这种闻思修行很难以真正的成为利他的宗生 如果没有利他的光是一种自我的一种修行 一种封闭和这样的话很容易得一些 说难听一点可能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不好的瘀意证 各种各样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 首先是跟人际关心和利他的心要学好 学好之后我们穿法从文童意义上当然是 我们平时的传统上的穿法 但是在其他方面的话 我们现在我这边有个别的发心人员 我们今天这里有好几千几万个卷子在盖 在盖的过程当中他们很多道友也特别辛苦 但是我某种意义上想这是一种传法 我并没有想这是给我自己个人得来什么什么的 不是这样的 因为通过这种方式来给别人的智慧 给别人佛教的这种认识提升的话 这就是一种传法这就是一种利他 所以很多利他和传法的这些意义 当然你们觉得是不合理的话 可以当场给我辩论 这是不合理的 这不教 所谓的传法就是一定要从口里面传 这样的话我说是不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法有教法和称法 传说的途径全部是我们用口来传法 那这个圆决传法已经不合理了 禅宗诸大德他们表示方法的传得也不合理了 那么此名表示传 还有如来一传 这就是传传传传 那么还有传传传 我们在成都看到一个厕所传传 这个传传不是啊 要对佛法的理解不要太下意地去理解 这样之后就是不合理的 因此希望有一种各自发挥的电和 每个人的能力和兴趣都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对如今 我也去过很多地方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一定要非常努力的时候 什么非常努力的时候 这个佛法传播大家都有责任 上上下下的人都有责任 现在是刚好有这个机缘 有这个空间 而且有这个因缘出上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把自己觉得 我没有能力啊 我就没办法 不用这么想 哪怕是今天刚皈依佛门的话 你下来的时候也是看看 你的周围有没有传法的眷属啊 虽然你是刚皈依佛门 但是你下来之后你看看 你就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说 我刚刚已经皈依了 那皈依之后确实我以前烦恼特别重 我皈依以后好像心里有皈属了 真的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很好 要不要你也开始皈依啊 然后你就开始跟旁边的人讲啊 现在很多人确实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可以引入 让他真正获得了这种解脱 种下了这个善根的话 那这个是不是传法啊 我觉得这个是真正传法 有些道友认为所谓的传法一定是 堪布 上师 堪摩格西 法师啊 他们的事情无奈有传法 但是传法从广义上讲 我们每一个旁边的这些人行持善法 都是传递一种正法 正法就是教法和正法 其中正法就是证物的境界 包括信心啊 悲心啊 还有出世间的无路无的智慧啊等等 这个时候应该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有厌倦性 这个很重要 刚开始的很多人会 但是你长期的这样做下去的话 这是很难的 很多人发心发心 到最后的时候 好像我们现在有个别的一些法师 已经传了五六年法 十几年以后 我现在可以了 我现在还是好好休息吧 已经传了好多了 不说了 还是好好养一养身体 这个有路的身体也没有什么可养的 你越养的话越糟糕 所以不如还是把它利用起来 应该只要肉身有的过程当中 应该用来把它弘扬佛法 利益重生 然后自己也可以修持 这就是自己的一种修持 怎么讲啊 我们现在还是因缘很好 我一直觉得 尤其是在中国现在不信仰的人特别多 而且心都是空的 他们稍微有一点皈依和稍微有一点修行的话 马上得到利益 我们现在通过学习以后 很多人的生活真的变得特别快乐 这就是诸佛菩萨的加持 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利益 我前一段时间也给他们还是很真诚的说了 我不需要任何的你们的这种理由 我也没有任何的目的 但是我唯一的一种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让大家快乐 但是这种快乐实际上的很多快乐都是不可靠的 包括感情也好 钱财也好 人们现在特别关注的这些都是痛苦的因 真正的快乐通过佛法 会得到暂时的快乐和究竟的快乐 所以这种快乐很多人都不会寻找 尤其是在很多地方有这方面的因缘吧 我就不多说好吧今天 愿我能以无边大事业 宁住有情一同成正觉 最后一个发愿就是愿我无有片段的 不要以自私自利的我的中心我的民族我的朋友 不是这样的完全是用一种利他的事业 然后所有的这些众生 暂时让他们获得人天福报和一切快乐 究竟能真正得到圆满正当觉的果位 因为我们暂时的一些利益 实际上都是不究竟的 都是暂时的一种快乐而已 实际上最快乐的能成佛 即使你还没有得到成佛 真正证悟心的本性 这就是真正的一种利他 所以愿我们生生世世 以无有片段的伟大事业来 让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 获得圆满正当觉的果位 这是五光尊者的愿文 他《窍诀报纵》里面后面说 这几个殊胜的发愿文实际上是 我们长期发愿念诵的话 他的功德无量无边 就像广大无边的虚空一样 无有量 无有边际 无有语言不可预言来描述 这个意思 后面还有一个偈颂 这个我就简单地讲一下 生生世世不利是恒时享用圣法乐 圆满地道功德义 唯于元素的金刚车 我知道你们这个会背 这个发愿比较简单 生生世世不要离开上师 我们发愿的时候也是经常 有些人不要说生生世世即生当中 暂时也是不愿意待在上师 也不愿意看他 也不愿意听他的声音 这种行为可能是获得成就也有一定的困难 按理来讲自己所遇到的 所依止过的任何一个上师 凡是具有发愿佛法因缘的这些上师 都是生生世世不要离开他 所以我写的不利的话 应该自己觉得有一种甚深的意义 《妙法莲花经》里面讲佛陀没有涅槃 正法不会有阴谋的 所以从了义来讲佛陀也没有真实的涅槃的 法也没有阴谋的佛法魔法也没有这种说法 那么上师就是从密法的一些深深教言来讲 上师就是自己的心啊 认识自己本来心的光明的话 那就是真正的了义的上师 所以上师从来也是没有离开过 那么再比较简单一点的话 我们看到的一切的像就是上师的声像 听到的一切声音 上师的金刚音 所有的分别念上师智慧的一种妙用或者他的妙力 那这个时候更是上师不会离开的 所以说有些人可能会想 我某某上师是很讨厌的 我离开他上师自己的心 我保护自己的心就可以了 那这种说法更是不合理的 因为你真正世俗的上师都已经离开的话 深意的上师可能更难以寻找 这种人这个也要注意 下面讲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上师不离以后主要恒世 永远都是享受殊胜的大乘法门 其实我们发愿念诵当中也经常这样的 深深世是不离世 恒世享用圣法 我们到哪里去都会发这个愿 我们恒世 其实暂时来讲我们前面的奇德这些可以的 但是最究竟来讲我们享受这个法乐 这个很重要的 大乘的人我和法无我这种法乐 利益众生的这种法乐 这就是真正最究竟的快乐 通过这样以后能回圆满五道师弟 圆满地道的功德 然后很快的时间当中获得金刚痴佛陀 或者发生果位 发生金刚普贤如来也好 爆生金刚痴 化生金刚萨埵等等 有花宝 花生三生的分开讲也可以 但实际上获得金刚痴如来或者上师的果位 都一个意思 所以我们这个法愿文应该经常念诵 这样念诵之后 以前有些经当中也讲 我们白天晚上都要发愿 一个是自己修行当中的很多障碍自然而然遣除 因为你的心已放松 心已打开以后 世间当中的各种紧张 痛苦 烦恼都没有的 还有一个 如果我们的心真的融入这个法 祈祷上师以后 在生活当中的各种邪魔外道的干扰 全部都是自然而然会离开的 所以我们今天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传说 因为这些法自己也可以算是一辈子吧 就是天天念诵的这个法愿文 然后我下面用 当然这个以前也念过很多字 但是今天算是给大家再念一个传承 所以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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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修日米八业汤七七七颂吉托弗里修 吉亚根得养得欧拉玛当 这人们修卫了弄修 萨唐南迪云德拉尊尼套尽 全哥共同彭尼套尼套尚 今天我看网上也人比较多 这样下个礼拜也许如果有课的话 好像这个礼拜没有 下个礼拜六 下个礼拜天 如果有的话到时候你们可以关注 我们讲其他的比较修行方面的一些法 尤其是公开的网络开始 以后是星期六或者星期天的时候 我想我们现在城市里面的人比较上网方面方便 现在具体因为我最近时间还没有拍好 如果有的话你们也可以网上关注 我们在虚空当中倒是可以见面 虚实虚空当中见面也好 网上的听课非常方便 希望你们也是应该利用这种平台 多闻思 多修行 这个很重要的 否则在大城市里面迷乱的因比较多 这个时候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和一种自我调整 但这种方法最好通过一些闻思修行是可能应该最有意义的 其他没有什么 今天的课已经讲完了 下面大家一起回想 网上如果有时间还是大家共同念普贤行愿品 我们用藏文的音来念 如果没有这个时间 念苏罗姆地依 你们就开始把破电脑关掉就可以 开玩笑肯定不是 现在的不想破电脑 你们的电脑一个比一个很好的